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沐 什么情况啊 报告你确定没问题吗 大哥 就算我想骗你 这机器骗不了你吧 来 报告上都写了呢 咱们是医生 相信科学就好了 宇航医生 你怎么受伤了 你等我一下啊 我没事 不用了 你等我一下 谢了 喂 是我 不好意思 害你白跑一趟 没事 对了 谢谢你 报告我看到了 感觉安心了不少 还有就是 要谢谢你一直这么帮我 那么多医团都不管了 反正结果已经出来了 其他的事情 就等答案慢慢出现吧 反正迟早都会出现的不是吗 而且又他答应我了 他会帮我一起找回我的国际的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 你会要去找你的 好朋友 也好 好朋友 好朋友 阿姨 好朋友 我听到什么 你刚刚演奏得真好 那当然 有你在场吧 祝我遇到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中国的霍佑泽 我想问问现在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经过半年的搜查 我们并没有发现那场血灾 有任何其他生还症 如果您想继续深查的话 那我建议从失踪人口入手 不必了 到此为止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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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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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议 我会把你的情声带到全世界 武泽 你会不会忘了我啊 我答应你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 就算是鬼门关 我都陪你去 好不好 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忘记拉琴吧 你说什么事啊 你愿意嫁给我吗 是我感觉不到你 我愿意 是我内心不拉不语 是我感觉不到你 是我相拥抱你 是我相拥抱你 为什么会是你 让我沉迷 哥 这是 是 很多都用不着 就暂时收起来了 今天 芊怡和齐帆的事 我看见了 他们 他们 很早就认识了 你不在意 在意过 现在 我要学会放下了 你呢 你在意吗 我 其实也没太想明白 现在的芊怡 你 和那些过往还有什么瓜葛呢 所以你就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我要学着 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会想起来啊 他自己的过去 到时候他该怎么抉择呢 那就到时候再说 他也没发生过 只要他不会忘了 我和他之间的事 到时候就让他自己抉择了 对 他也没发生过 你也没发生过 你会说 有没有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会不会发生过 你会有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错啊 什么汤这是 日式酱汤 来 我给你盛一盒 我的独门秘方 看着就好喝 那当然 喂啊 喂啊 我给你盛 喂啊 给 先给妹妹 谢谢 尝个虾 来 你们两个 好吃啊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没有 你骗人 我要去日式 我要找回我的记忆 轻衣 轻衣 你给我时间 你在怕什么 我迟早都会想起来的 不是吗 我会想起来 建一 你要相信 我爱你 你怎么啦 日子 你怎么了 疼了 我可以睡你旁边吗 睡吧 睡吧 让我来试试 好吃 好吃 快吃 对了 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准备什么 不是说好 要开始新的生活吗 这么快 你这么着急退休啊 当然也要等到卡拉嘎拉之后 有些事情急也急不来 卡拉嘎拉现在应该开始忙了吧 场地已经快布置好了 今天我得去看看 这一次我一定不会窗户了 怎么了你不希望我去啊 没有 对了 待会儿我去见一下宇航 总是麻烦人在啊 有些事情 还是说清楚比较好吧 应该的 快吃 离王医生啊 李王医生 最近怎么都见不到你了 是不是交你朋友了 没有 最近太忙了 会见 嗨 找我有事啊 对不起 你已经说过了 我没事的 不用担心 你说的不是昨天的事啊 是 有些话我觉得 还是要说清楚比较好 说清楚什么呀 这段时间你一直帮助我 真的特别感谢你 可是我已经订婚了 是我不对 没有顾及形象 形象 什么形象 大音乐家 小提金家的形象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原来 是我影响到你的形象了 不好意思啊 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天 你说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说 宇航 我真的把你当成 我很重要的好朋友 你只那么帮我 真的很感谢你 可是我已经有未婚夫了 还跟你走那么近 不让别人误会的 对你不好 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 好 别给我发好人看 先走了 怎么了 还有 走那么近 明明是你自己闯到我家来的 我能怎么样 不管你吗 我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样可笑过好吗 不是 我是真的一直很感激你 我失忆了 走投无路 没有人可以求助的时候 是你 愿意帮我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 好了 不用说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耽扰你的生活 行了吗 好 如果你把你投赛了 好吧 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搞的 你看你都要 不错了 好 不能了 你你什么都要 你自己开心 霍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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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总 今天上午要挤一挤 咱们会要开玩 会场那边有几个嘉宾 需要你亲戚打电话 下午还要去一趟会场 杂志的采访 我就安排一下她了 好吧 替你安排 抱歉 毕竟很多事情都挤到今天 要继续做完 芊怡想出席看《烏嘎啦》 好啊 但我不想给她 太大的压力 我可比你知道她的本事 你昨晚是不是没睡好 如果芊怡确定要出席 最好找一个专业的人帮忙 我怕她自己应付不过来 阿昌 阿昌你们还有联系吗 副副 孙总 我不想找别人 我不希望 欠你以后在镜头面前 有过多的包裹 你知道 这不适合她 所以只能拜托你了 反正就这一次 那也没办法了 还能有谁呢 走吧 走吧 就等我们了 等会儿 这两天 我有个重要的安排 什么安排 能不要这两天吗 我想退休了 你发烧了 我认真的 做好心理准备 我认识 我是优雅的林玄 我是优雅的 我是优雅的 你怎么不想要 我认识 我认识 你怎么做这个 你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的 我们都要做的 去买点菜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想知道你在干吗 然后呢 没了 就没了 我想你 难道非要收出口才行 霍老板 你的情怀有点妥啊 在公司呢 笨土地怕别人听见 那我先完了 拜拜 陈总 说吧 宇航医生在前医生那里 找来做比对的也是头发 头发 以前的头发留着干吗 我呀 调查过了 去日本之前呢 霍总啊 让罗芊瑜去检查过DNA 好像说以后要生孩子什么的 不对啊 孙岛 有 有什么奇怪呢 你问那么多干吗 我 我 我不问 我什么都不知道 宇航那边你继续盯紧了 那我来 好 孙总来了 杰先生好 好 请坐 好 今天过来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 我今天来是有一些事情想问你 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叫宇航的医生 来找过你 他来 要罗女士的一些资料 货总 货总很大方说尽量配合他 年轻人可能要做什么研究吧 我就给他了 什么资料啊 就是之前体检的一些结果 货总让您给的 他们的常规体检这次怎么提前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这个 这就是我们七彩计划的理念 好 好 谢谢 谢谢 还有谢谢您能抽出这次宝贵的时间 非常感谢您们能够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慈善事业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 随时找孙蕾 好 如果罗倩怡女士也能接受一次我们的采访就好了 她的状态眼下不太适合 或许卡拉嘎拉晚宴会有惊喜 那谢谢 我们就先自己去拍一些素材了 好 辛苦 来 学校音响 想办 喂喂喂 忙的问题啊 全公司忙上忙下的 就是为了明天把老板娘捧上舞台 就是 你说这个募捐低调点捐不就完了 非得搞什么晚宴 弄得全世界人都知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搞个大话样 把有钱人都圈进来 一堆钱进来 到时候留到什么地方去 谁知道啊 老板和孙总 手也不见得就是干净的 哎呀 我们的老板 老板娘啊 就是命好 没办法 人长得好看 有人捧着 有人哄着 你差不多就行了 上次刚被打完 还没够 怎么 我怕她 她敢来我就啪一拳 我给还回去 她以为明明就是她霍家的 我怕她吗 我也不是好 好欺负她 我怕她 杨总 我有话跟你说 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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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脾气真好 你不让他们说 也总会有人说的 何必跟他们计较呢 这段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指的是什么 宇航找千怡的那一次 拿走了千怡的头发 所以呢 她同时还去找了你们的私人医生 前医生 拿走了千怡之前的体检报告 而且 是你之前答应宇航的 她在查什么 宇医生觉得现在的千怡跟以前的千怡 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 DNA配对结果已经出来了 她想多了 那你什么时候带千怡去前医生那里做体检的 我怎么不知道 宇泽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要不要跟我讲一讲 你怎么也变得一生一鬼了 你怎么也变得一生一鬼了 我上一次去你家的时候 看见酒瓶都空了 你这个样子 这么多年来 我只有在大学的时候才见过一次 别人可能察觉不了 但我知道你真的累了 宇泽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 有些事情 你再厉害 你一个人也扛不过去的 是有点累了 我最近在思考 思考什么 每年开了嘎啦的会场 一点点布置起来的时候 我就站在那儿 也听他们说那些闲言肆语 我也会想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慈善吗 我是说我自己 我到底在乎什么 真的在乎那些孩子们是否幸福 或者 或者 也许像他们说的那样 只是为了自己和芊怡 可以风光体面 所以像你我这样的人 其实反而很少敢面对自己 其实反而很少敢面对自己 在心里告诉自己 你要这样 你要那样 其实很难明白 你在追求什么 意义在哪儿 我们站得高些 看得圆 但是我们自私得很 自私 在我心里面是非常强大的一面 我在面对它 甚至不想站上它 甚至不想站上它 刘总 这段时间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突然间 我就学会面对了 不用担心 今天以后我不会再喝酒 有些话我会告诉你的 但不是现在 这个帮我撑一下 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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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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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